小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梦想 长大了要建设祖国 建设四个现代化 我这个年龄的 那么祖国强大了 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们这个国家了 等我们大了一点 我们开始知道 开头我们猜对了 结果你没猜准 中国确实强大了 强大了到没有任何国家 能够来解救你了 原先共产党说 把三座大山推倒了以后 给全体中国人一个幸福 自由 有尊严 现代化 楼上楼下电电话的这种 非常富足的一个生活 但最终我们知道 它只实现了 打下榆林城 一人分个旅学生的梦想 所有的成果都被中共的高级官员 以及他们干活的 忠诚的这些爪牙们 分润走了 完了我看到一个观众的留言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知道了那又怎么样呢 流氓会武术你有招吗 有招 有招 绝对有招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一下 我们之前几年 看到的一些例子 譬如说在川普时代 委内瑞拉的危机被激发了 激发这个危机的是 源自于俄罗斯的军用飞机 直接飞到了委内瑞拉 这个是非常遥远的航程 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这个是所谓的门罗宣言 大家都有印象 那么当俄罗斯把他的触角 伸向了南美 美国人肯定要警惕 那么加速了对 查维斯马杜罗政权的 这种高压渗透 最终呢 最终我们看到查维斯挂了 他的驾驶员 这个马杜罗获得了政权 但 韦罗拉的国内被培养出了 一支反对的力量 刮眼 一个在大街上宣誓就职的 民选总统 我们看到这个 卢比奥去了边境 蓬佩奥去了边境 彭斯发表了演讲 最后川普在迈阿密 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 是人类的梦魇 这样的一个定义 他宣誓美国 永远不会搞社会主义 到此为止 因为 瓜伊尔没有获得政权 现在呢 现在在伊朗 在朝鲜 在俄罗斯 在中国 这么多独裁国家的 针对全球的 这种流氓行径 被大家足以认识到之后 美国人认为 好像还可以再试试 试试美瑞拉模式 在别的国家 能不能成功 现在我们看到了缅甸 缅甸出现了一个 民选的代理副总统 他们正在试图与 个别帮地方的武装力量 进行磋商 当然我们知道 代表他们谈判 一定要有利益的趋势 谁能给出这种利益呢 仅仅是为了恢复民主进程 就能说服这些地方武装 地方的帮忙 那肯定不能 是吧 要有许诺 谁为你的许诺背书呢 美国 印度 澳大利亚 日本 四国视频首脑会议 为他们做出了背书 要帮助缅甸 帮助东南亚国家 恢复民主体制 这话说完了吗 你现在看到的是 一种国际尝试 在缅甸 有可能会掀起一轮高潮 在南美没有成功的 在亚洲有可能会成功 如果说缅甸成功了 下一个目标是谁呢 是吧 中国 因为中国是 俄罗斯 伊朗 北朝鲜 所有流氓国家背后的金主 你想打败伊朗 有可能 你想打败 北朝鲜 没问题 你想打败 俄罗斯 这个经济上可以 是吧 军事上 这是人类的毁灭 到最后 咱都得在地下挖坑 是吧 度过几十年 这个很难 因为 核灾难的问题 核冬天 好莱坞的这个 演员们为我们奉献了 无数场 精彩的电影 大家想都不敢想 是吧 不说我们是被吓打的 但最起码 没有人愿意 做这种尝试 没电了 这个手机提示 我是不是要关闭 我选择继续 因为 这个视频应该 长度不会超标 问题不大 那么中国人们 总是在想 中国对 全民的这种监控 非常强 那么中国人 卢心重 不愿意造反 说三连灾然灾害 饿死都不造反 是真的不造反 还是你不知道呢 三连自然灾害期间 中国不仅有造反的 还有称帝的 土皇帝 称个霸 几个人 这个就能组成一个国家 就能组成一个炒台班的 当然肯定有皇帝 弄得不好 还有好几个妃子 但其实中国还有主党的 有中国劳动党 但是最后主犯被枪毙了 中国在三连自然灾害期间 有无数次的小规模的起义 暴动 不是没有 直到解除农业税 在这之前 也发生了村民 对上级部门 党委 以及派出所的这种暴动 拿龙锯就能把你刨死 不是没干过 中国人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怯弱 如果说 人们没有在韦瑞尔拉 看到的社会变革 在缅甸看到了 我相信 对中国的变革 它是一记强行征 中国是一个 南北文化传统 习俗不同 民族众多的国家 即便在汉族中 大家的习性也不一样 大家应该记得 曹操写过一个 让线数字令 它里面有一段字夸 若非孤 不知几人称王 几人称帝 今天的共产党 作为一个强权 唯一的强权 掌握的中国 他们自上而下 从党的管理部门 你看到的顶级 是所谓的一尊 但是这个是 是他自封的 对吧 目前还没有说 有一个地号 只不过人们在调侃他而已 那么习胖呢 把自己摆到 一尊的位置上以后 他让他政治局的同事 向他表忠心 甚至要审核他们的工作 自说自话 搞得像皇帝一样 但你不要认为 他一个人就能管理好 这样一个国家 他不能把所有的对手 都枪毙了 因为他一个人 管理不了这个国家 他要通过他的爪牙 通过他的政治局 通过两会的 这些代表委员 通过各级的官僚队伍 包括一直 一杆子插到底的 村民小组的 这些小组长 他来管理这个国家 那这个里面有 多少人期待 中国变天呢 可以说不仅是反共的人 期待中国共产党的崩盘 每一级官僚 都在期待 他的上司 站错队 被当成老虎苍蝇 抓起来 然后他替补上去 他不是为了 获得更大的权力 然后改变中国 而是为了改变 他自己 以及他家族的命运 可以说 除了社会主义以外 他们什么都信仰 中国的官员 党员信仰最多的 应该是钱 其实老百姓 信仰的也是钱 因为钱是 唯一可以衡量的东西 正义 信仰 对未来的期盼 所有的这一切 他都愿意用钱来表达 如果说你要给他 加上一个 能够追求的高度 他希望用 吨来表达 因为 一百块以上的新版人民币 一亿相当于 1.15吨 在这种 因为利益而结成的团伙中 是吧 你可以看到他明确 是一条 以利益为 纽带的 犯罪组织 是吧 事实上就是一个大号的黑社会 农村黑社会 从井冈山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原先还隐藏一下 说自己要搞新民族主义革命 要搞社会主义建设 无论中国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走的都是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呢 归根到底就一个字 钱 因为利益而结成的团伙 他被攻破的可能 就成为必然 那么你怎么认为 国际社会 拉他没办法呢 如果说经济上 对中国的这种依赖 减少了 其他替代国成长起来了 中国即便要去 依附国际经贸循环 人家也不带你玩了 在这一时刻 就完全具备了 国际干预的可能 干预不代表非要出兵 他可以资助 中国内地的反对派 从舆论上的支持 变为实质上的经济的支持 甚至是武器上的支持 都成为可能 你认为他非要 用武器过来吗 二战期间有一种手枪 叫解放 解放牌手枪 就是单打一 他把图纸 空投到沦陷区 那么被德军占领的 这些地方 人们都可以利用 手上的边角料 利用一些简单的工具 敲打出反抗的力气 你不要认为 只有科尔特左轮手枪 才是平等的力气 其实解放手枪 在欧洲反攻的过程中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更不用说中国 曾经占据 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一个小城镇 都有车床 都有金加工的地方 一个城镇 加工一两个零件 终归 会有人 打响第一枪 中国的未来 是在中国内部 而且这一切 不会让我们期待太久 习胖的这个幻想 他没有经济支撑以后 必然他的统治团队 将四分五年 曾经获得过经济 经济地位的人 一定财富的人 他也一定想逃离 这片即将产生血腥的国土 我们都期待 能够以最小的代价 换取和平 但是他的希望非常渺茫 所以我一直在 忠告朋友们 不要轻视 未来的中国 他会有血 有火 但更多的是残酷的现实 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 可以避开这次变革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